全民运动会即将在10月17号展开 15号的下午 县长徐真卫以及来宾受邀担任了点金官 共同为龙舟来开光点金 祈求全民运龙舟竞赛活动能够平安顺利 同时预祝参赛选手夺得佳击 为了迎接109年全民运动会龙舟赛事 欢迎幸福15号下午前往旅渔潭南潭草坪 进行龙舟点金开光仪式 现在许真卫在县府秘书长张亦华 教育处代理处长 交通中的陪同之下主持一事 祈求赛事圆满顺利 祈求花莲龙舟代表队缔造佳击 将冠军荣耀留在花莲 在这里真卫要谢谢我们这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所有所有的委员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已经 这个应该已经做了二分之一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硬体的部分都完成了 现在就开始开幕 开幕之后就是正式的比赛 而今天今天是15号 14号就已经开始的竞速滑轮 还有花式滑轮 分别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 以及我们的这个美轮西边的这个竞速滑轮的这个滑轮场 我想这两天的这几天的比赛 这个滑轮非常非常的精彩 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花莲县龙州代表队由花莲县立体育高级中等学校 清廷队校友组成 10年来参加多场的国际龙州赛事 期待许正会相信花莲代表队必定能够精彩可骑 期盼花莲相信大手牵小手与愉快的心情 一起为赛事队伍们交易打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